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其实我不是什么大佬 我也是小白来到的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比我 还小白的 我之前发过 QV2V 配合V2VN 来使用的 但是有一些小白真的是小白来到的 跑到我的村 他把这个QV2V 和V2VN 当作协议来到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扣端来到的可以单独的 使用的 V2VN可以单独的使用 但是QV2V不能 单独使用的 因为有一些 扣端是人家官方 自己开发的 有这个版权保护的 你不能直接去用人家的东西的 是 所以 如果想用官方的话 需要配合官方的一些 配置文件 它才能够 达到一个 翻墙的目的 所以QV2V和V2VN 它不是什么协议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扣端来到的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扣端来到的 还有一些人 他在电脑群 发的时候是有一些人 翻墙用 V2VN NG 背景去核查的 就是这个 这个使用的是V2VNG V2VNG就是安卓的 V2V扣端 V2V 所以 的协议就有几十种 如果你用的是SS的 那肯定是 我个人感觉是SS 现在也是不安全的 很容易被检测到的 所以大家 新手的话不知道用什么协议的 直接用抽准就行了 抽准那么有那么多协议 并且它比较安全 但是你非要用V2V的话 那就用它的 SS加TLS的 这个协议比较 安全的 现在新出来一个V2V 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 还有 抽准Go 或者是哪一Proxy 大家翻墙被抓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时间翻墙过来 就在微信或者QQ 已经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 或者是有些人他加存之后 他没有 把自己的电报 那个手机号给隐藏起来 因为这些电报存有好多五毛水均在遁守的 大家要把自己的手机号隐藏起来 如果你不隐藏起来 点你的头像在这个画 就可以看得到你的手机号了 特别是一些用自己的实名手机 注册的自己要隐藏一下 这个手机号 所以这是用国外的手机号 那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之前是发过一期那个 登录VPS的那个文章 就是你的VPS被抢之后 怎么才能够登录进去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我关注一个存之后 我把那篇文章直接丢到那个存里面 那篇存里面有一些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丢了一篇文章进去 但是过没多久 我的网站一下子就被抢掉了 就反正能够打开 所以可以证明每一个电报存 应该是有一些五毛在遁守的 所以大家进去之后 最好是把自己的手机给隐藏起来 不然的话 一被五毛抓到的话 他直接在你这个手机号一收 就知道你在翻墙了 因为中国大陆手机是实名制的 直接查你这个手机号 就知道你这个本人的真实姓名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还有大家不要在墙外公开自己的一些 墙内的一些信息 那你被请接核查的机率会降低很多 大家也不要去使用那些VPN 如果你实在使用VPN 那就只要门户截流了 就用这两个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要去用了 最好是自己搭建的 如果是新手的没有用过的 那就瞅准是可以的 瞅准或者是瞅准够 这两个都可以的 或者是哪一波的诗 因为V2W的诗比较多 新手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建议新手直接用瞅准够 哪一波的诗就够了 看,看,看,看 看,看,看